似乎得到港鐵一些再新的資料 就是就著這個自治牧師園位置 收到的那個叫做檢測及測量申請表格的那個狀況 大家見到其實1112的合約 就涉及整個紅磡站的確建工程 以及其他的連接隧道和列車停放處 但是現在我們見到少量的相關的部分 而似乎就正如剛才政府所說 似乎他們和港鐵的溝通出現錯誤 就有一個更正版的 現在似乎就關於這個北面連接隧道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它不是沒有了四成 而是只有三成 而列車停放處都只是收回四成左右 那麼南面連接隧道就稍微叫做好看一點點 就有多了六成一點點的 其實我也覺得非常震驚 因為我現在都口疼疼 原因就是如果 當然我不可以完全參考去年六月中 就住這個東西走廊 即是這個紅磡站的東西走廊 那份報告的所有資料 但是其實它也都未能回答得到 因為就住在這份報告裡面 我們曾經見過26,600份 就說它是經過搜的 而後面其實這個整個部份 就說它怎樣planning for quality assurance 即是它怎樣做這個品質檢測 以及它詳細列出相關的步驟 這裡就說有多少人一起去檢驗 禮頓多少、港鐵多少 每一個步驟就要一起看著 然後再要簽名、再等等 其實這裡原來全部都是廢話來的 原來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指押的鼻子就說行的了 那你就可以落石屎 你就可以拿到一些石屎 你就可以落下去的了 根本就全部是一些 就是一些荒謬的程序 是完全確保不了相關的品質 以及根本是監測不了的 當然剛才另外一個比較 大家都聽到的比較 我覺得是很過分的狀況 就是大家一直都知道 如果根據這個委託協議 不好意思,我找一個封面給大家 根據這個委託協議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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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層 根據這個沙中線的委託協議 其實裡面就很近似高鐵的 意思是什麼呢 政府就這樣給錢 由港鐵負負責出一張證書 由兩位港鐵的職員去簽 而其中這個appendix 在附件E那裡 清楚說明有哪兩位人士可以簽名 其中一位至少要是這個高級的經理 senior manager 就是這個財務部的 但這個不是這樣做財務的 而是一向都是看著 每一天 是每一天 是有參與 這個沙中線的項目 另外一個都是港鐵的職員 如果英文就說 has 不好意思 我這個搞錯了 我等一下再講一講 總之 如果大家看得到的話 其實這裏是需要有兩名港鐵的職員去核實 但剛才大家聽到公民黨員 我喬議員也有問過 原來是不用看那些RSC form 即那些Risk form 去證明一些員工的狀況 就只是說員工就員工 那就要付錢了 而政府是只能夠付 是不能夠持 亦都是不能夠否不付錢 而且持了付錢還要付息 政府已經名符其實成為一部ATM機 而另外 剛才有些議員也問 究竟政府的上限 即可以向港鐵的索償上限是多少 如果根據 這個委託協議合約 第4.11段 即這個部份 這裏清楚寫明 除非有人命 即有death or personal injury 除了人命傷亡之外 其實政府可以向港鐵索償的上限 就是所有的項目管理費 當然委託協議其實曾經有三份 現在這份就是進行當中 之前有兩份 而這份主要的管理費就是79億 之前那兩份應該沒有那麼大金額 所以換言之 總可以索償的金額 除非有人命傷亡的話 如果不是的話 都只是大概是79億左右 所以政府究竟怎樣跟進這件事 以及政府也未能夠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政府今天未能夠全面說得到 究竟它是如何去掌握 另外那九個站的安全程度 甚至建築的狀況 當然它又說它會聯同專家等等 會下去做檢測 但是我很希望政府能夠再充分寫 譬如說是否會集齊所有的 Risk Form 究竟中間還有些什麼的過程 會不會做一些 譬如說可能是 甚至是去到入侵性的測試 在需要的時候 希望政府可以充分交代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市民對整條沙東線 開通日期可以說等了又等 而其後政府也未必可以真正掌握得到 整條沙中線的安全程度 而且我們要提一提 政府不單止是看站的安全 和站與站之間也有很多設施 有很多設備 那些部份政府也要相當關注 它本身的安全程度和建築質素 Mary pourquoi Tania, was your take on the various explanations that the MTR and the government gave just now in the meeting MTR and government I don't think... Well, all these excuses are just lip surface We have... We have... As you can recall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Bar-cutting saga The MTRC, in fact Emphasizes 他们有很正确的步骤 每一步的步骤 他们完全完成任何责任的责任 但现在他们失败了 同时他们说有更多余的改变 但这不是不够的 他们需要继续做所有的工作 所有香港人都需要等待 但他们不做任何事的合选 根据到合选择 这就是责任的责任 但政府仍然负责了 他们仍然负责了MTRC 他们仍然负责责责责 我认为这一定是稳定和稳定的 MTRC performance is definitely not acceptable 特别是MTRC MTRC is such an experienced railway builder MTRC is now the only company that knows how to operate and build railways so the kind of monitoring and inspection that they have done in the past few years regarding the Shatin and Central and Shatin link is definitely not up to standard and disappoint all Hong Kong people and I really hope that MTRC learn the lesson and correct all their mistakes and review the culture of their corporations and make sure that the following steps will be done duly and properly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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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